好那我们来先来看看这一题 这一题题目是什么呢 它说你看右图 右图是一个弹簧 两边有墙壁 一个方块 两边有墙壁 然后用两条弹簧把它接起来 那其实这个题目呢 你们以前有 学过那个弹簧的串联跟并联吗 两个弹簧并联的话 它K要怎么样 相减 并联嘛 加在一起嘛 其实这个 并联的一个变形而已啊 所以立常数应该是加在一起嘛 好我们先把题目讲完 它说这个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弹簧 去接的这个东西 那弹立常数是7580牛顿除以米 那这个block这一块呢 它的质量是0.27公斤 那它想要问的是说 假设我今天这个地板是一个 这个 fishingless就是没有摩擦力的地板的话 请问一下它的震荡频率应该是多少 好 那这个题目呢 其实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我们说omega等于更号 k by m 这有没有记起来 这个你们会常用哦 所以直接记起来 不需要再推导 这里当然有推导 我觉得不需要啦 你们直接记起来就好 那当然你想要知道推导 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嘛 对不对 m 底x 平方 底t 平方 等于这个负的kx嘛 对不对 把它遮起来 那当然因为现在是两倍嘛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 我现在的omega 其实应该是多少 2k by m嘛 对不对 这是我们现在要的嘛 对不对 这是公式嘛 这是公式 所以我们推演出 我们现在真正的omega 是长这样子 好 那它现在要求 这个震荡频率f 那f跟omega的关系是什么 omega等于什么 我们又知道公式 来这边写 omega等于2πf 对不对 所以f就等于什么呢 f就等于2π分之omega 就会等于什么呢 2π分之1根号 2k3f 那剩下就是把 给带进去了 所以带进去答案是什么 37分之2 这个很简单 这只是一个观念体而已 问你们说 到底你知不知道 这个omega是什么 然后omega跟频率的关系是什么 好 这个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这个 来这个题目呢 其实是一个 教你怎么去计算一个 有一种比较均匀 也不能讲均匀 有特定形状的物理摆 要怎么去计算 它这个摆的周期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你们现在可能 很少看到有一种古典的那种 吊钟有没有 就是有一个钟摆 然后中间接一根棍子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那种很长啊 有时候会跟咕咕钟 你们知道什么是咕咕钟吗 就是会有鸟会出来 咕咕咕咕咕那种 有没有看过吗 它整点会出来对不对 有一种那种钟 然后通常下面会有一个很 很长的 然后摆一个这个钟摆 摆一个这个钟摆在那摆来摆去 那摆那个 摆锤啊 通常是这种金属的 通常就是这样子 然后有一根这个 有一根这个东西 好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就是把这个东西简化了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它题目问什么呢 它说今天有一个这个摆啊 它有什么组成呢 它有一个均匀的圆盘 这个半径是10公分 真的那个摆大概真的就这么大 然后呢 它有一根这个均匀的棒子 500克接在上面 质量是 就是质量500克 然后它长度是 这个500mm 就是50公分 或者1.5公尺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它要你计算什么呢 第一个 它想要去计算说 今天这个摆啊 相对于这个枢纽 这个转轴啦 它的这个转动观量是多少 好 那B小提要问 这整个的执心 距离你的这个枢纽呢 有多远 那最后一个呢 它要问你这个震荡的这个周期 好 那这题所需要的用的概念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我们物理摆 这个物理摆的周期 Tension 根号2π分之 I 除以Mgd 对不对 这是公式 这是第一个 我们所需要用的是这个物理摆 物理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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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得到这个之前呢 我们前面有好几个步骤 它的转动观量是多少 它的执心在哪里 不要忘记这D是什么 这公式的原来意义是什么 D是执心位置 执心到枢纽的位置 啊 你说什么 诶 对对对 对对 在 这跟蛋白一样啦 我们那时候有特别讲嘛 其实最后你算出来跟这个无关嘛 只跟你的G跟L有关嘛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你L还是要算出来 那L 不是L 这个D 是执心到枢纽的位置嘛 这个至少要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一步步来 执心到 把支点好了 的位置 的长度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算这个问题 好 它小题 它一步一步问你啦 第一个小题是问它 相对于这个支点 它的转动观量是多少 那首先第一个 圆盘的转动观量是多少 做这么多题应该要记起来的吧 你们不记起来我都记起来啦 我一个做很多次 你们没有做很多次嘛 对不对 二分之一什么 MR平方嘛 对不对 这是圆盘的嘛 那棒子呢 棒子是十二分之一的 MR平方 棒子的 好 可是这样不能解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公式 叫什么 平行轴定理 对不对 平行轴定理 怎么算 这叫平行轴定理 你需要的是这些东西 平行轴定理 对不对 好 那有这几个公式呢 你就可以来算这个题目啦 好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先算的是什么呢 来我们的圆盘 圆盘 等一下它用R是哪个R 小R对不对 然后棒子是用L嘛 对不对 那我把它改成L好了 然后它用的是什么 小R是不是 然后把它改成小R 好 那我们先算圆盘的 相对于支点的转动罐量嘛 再算棒子 相对于支点的转动罐量嘛 对不对 所以圆盘相对于支点的转动罐量 是多少 它现在是二分之一MR 圆盘的 圆盘的 iDisk 等于 二分之一MR平方 对不对 再加上什么 我们的平行周定理嘛 对不对 平行周定我们距离有多长 整个距离多少 M乘上L加上R嘛 这平方嘛 对不对 对吧 第一段 因为总长这么长 它还有半径 不要忘记 到直心 要算到直心 不是只算这边为止 这是第一个 好 再来棒子 棒子的 也要算平行轴定理啊 因为 十二分之一 ML平方是什么 是我贯穿一半的地方去做旋转 对不对 现在问题是你旋转的地方是在上面嘛 对不对 所以我真正的旋转 iRod 会等于什么呢 它现在是十二分之一ML平方 再加上我的平行周定理 M乘上什么呢 二分之L平方 对不对 MH平方嘛 那H是什么 二分之一L 对不对 所以等于 十二分之一ML平方 加上四分之一ML平方 会等于多少 通分嘛 对不对 十二这是三码 三加一是十 就变成三分之一ML平方 所以我总转动惯量呢 这等于什么 iDisk 加上iRod 所以等于 二分之一ML平方 加上ML加R平方 加上三分之一ML平方 等于多少呢 相当于0点 把数字带进去 A小题是这样子 好 有没有问题 可以 好 那我们来看B小题 B小题 我先把上面插掉好了 来 这个等一下 直接写就好了 好 B小题讲什么呢 来 B小题 这是A小题 好 B小题要求他的执心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一个棒子一个盘子 事实上他两个的 你可以想象这样子 这里有个直心 这里有个直心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假设这个地方是原点的话 O 那我们直心可以怎么去计算 我们直心XCM等于什么 M1加M2分之M1X1加M2X2 好 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浓缩成 直心到直心的计算 幸好不要用积分 用积分就死掉了对不对 我们只要算 你看这个有个距离 对不对 这里有个距离 对不对 那真正直心会在哪里 应该大概在这边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M1加M2分之M1X1加M2X2 这样去算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 事实上会等于多少呢 好 0.5 对不对 一个是0.5 一个是0.25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的这一个到这一个距离 是 10公分 一个是500m 这个这个单位 对哦这题要小心 那个单位 这个R是用10公分 L用500mm 所以其实是50公分跟10公分 所以总共是60公分 就0.6米 0.6米乘以0.5 然后再加上另外一个呢 它因为是一半嘛 对不对 所以是0.25乘以0.25 所以我们得到的答案是0.483m 这个要小心 这题那个单位啊 一个是500mm 一个是10公分 不要用错了 好 那C小题 C小题就简单啦 B小题可以算 C小题自然可以算啦 所以C小题 C小题 我们的这个周期 T等于2π 根号 i 除以什么呢 mgd 好 那i刚刚有算的是这个 对不对 所以得2π 根号 上面i是0.203 好 这个m m不要忘记 m是两个加起来 它相对 把两个重新加起来 浓缩在新的执行上面 对不对 所以是0.5加0.25 0.5加0.25 好 乘以9.8 乘以d是0.483 所以最后会等于 好 1.5 0s 好 好 好 当然我们上课有提到啦 这个跟质量无关 对不对 那你其实偷吃步 偷吃步 你这个不用算也知道 T应该要等于什么 2π 根号 2l 除以3g 对不对 一样会得到1.50s 这只是偷吃步 你如果都不会算 对不对 正常来说逻辑是A算完才能算B B算完才能算C 对不对 有时候考试的时候很奇怪 常常怎么 大家可以直接会知道C 因为C的答案最好背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如果你真的都不知道 物理摆至少这个应该要知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一题 如果你会这个 至少C小题会写吧 中间不会写 你还有一个C小题会写 对不对 好 好 有没有问题 可以吗 可以 好 我们先下课